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太子殿下 将军做了太子妃以后是不是不管我们了 对啊 将军是不是不管我们了 放肆 殿前无礼 管 怎么不管 洛梅披甲时做将军统领三万平南军 谢甲时做太子妃 叫统领本宫 听闻殿下 卓家属房特意为将军打制了一套质量铠甲 可否让末将开开眼界啊 是啊 让我们也开开眼界啊 就是 对啊 让我们也开开眼界啊 鲁能 那可是聘礼 该由将军说了算 洛梅 你说 是令铠甲 大胆 何人对我铠甲 殿将军 好久不见 本王听闻 昭京城里有刁民冒充本王 太子殿下与本王兄弟秦深 定不会认错 大哥 我回来了 几个何 到底发生了什么 哎呀 父皇打算拆散本王与阿梅 本王本想着带着阿梅一走了之 隐世而居 可是离了父皇的庇佑 总是有小人刀剑相逼 本王吃不了这个苦 回来了 父皇以下赐婚圣旨 你未经本王同意 煽动聘礼 你简直放肆 本王卸甲多年 看到铠甲实在是眼缠 还望殷将军 不怪啊 阿梅 本王自会去阎明殿跟父皇请罪 眼下就不打扰二位了 你建议 可把天性 不推翻 每点 三 legs 还 millions 哎呀 好 说